東南町的政經理是目前頂來為他沒有社區華人中心的所在 尤其要提供立民方法,而且能夠共同交流的政策 在管区及各國黨委以及地方其民管土地的協助資格 華人中心總算是能夠基盤當土電力 希望說建築完成了好,能夠給民一個順序、多公平的華人空間 來到東南町的政經社区可以看到每一位民眾的心情都非常歡喜 因為社区中算總要有自己的華人中心囉 東南町政經社区華人中心當土電力 當然這規定當中有很多民意代表大家共同的支持 尤其是在地的社會者代表、創董副議員、沈輝勛 政長、多方的奔走、爭取經費 東南町政經理的社区華人中心在今天正式的基盤當土電力 可以促進這次華人中心的行見就感謝國黨委的幫忙 既然也非常感謝將這片土地管出來做華人中心的地主 我們南政室、我們沈仲南、家祖跟我們林釋宏 他們家祖來關閉這個土地 因為政經理七十幾年來 全東南町就是政經理、無華人中心啦 我們地主這算是一種拋磚營利的作法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政家的營口慢慢減少 所以說省住土地很多 我認為這土地也需要來充分的利用 為了可以進到照顧地鄉上的中壘 但台社区華人中心完成了 除了有各種設備航空艦給寄民來使用 社区也將在新的華人中心來設立 等到比起的基點 未來有很多我們很好的長照美戰 也要來進駐在我們政經理的華人中心 可以擴大為我們老化的人口來服務 在島南町目前只有政經社区 還沒有自己的華人中心 逃過這次的當初電影 也有所有的基民 是都非常期待華人中心 現場完成後 可以由社区帶來更好的發展 記者講義 蔡翁報道 信仰